我们看这题目 所以之AB这两矩阵 是求满足下列各小题之XY的值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小题 A乘以B 那么这是3X5Y 那么去乘以 这是-212-1 那么根据举论乘法 那么这是3乘以-2 这是-6 然后加X乘以2 加2X 那么这里呢 是3乘以1加上X乘以-1 所以呢是3-X 那么这里呢 是5乘以-2加上Y乘以2 所以呢是-10加2Y 那么这里呢是5乘以1加上Y乘以-1 那么得到的是5-Y 那么这要等于这是00 因此呢我们由这里3-X要等于0 我们可以求出X是等于3 那么由5-Y要等于0 我们可以求出这个Y是等于5 因此呢我们第一小题的答案为X等于3Y等于5 这个答案 接着我们看第二小题 那么我们先清除一下画面 第二小题 我们要A乘以B等于B乘以A 那因为A乘以B呢 在第一小题 我们已经算出 这是-6 加2X 然后这是3-X 然后这里呢 然后这里呢是-10加2Y 然后这里是5-Y 那么这时候我们再计算 这B乘以A 那么这是-21 2-1 去乘以 这是3X 5Y 那么这等于 这里呢是-2乘以3 加上1乘以5 所以我们得到这-1 那这里呢是-2乘以X 加上1乘以Y 那么这是-2X 加Y 这里呢是2乘以3 加上-1乘以5 这是1 那这里呢是2乘以X 加上-1乘以Y 这是2X 减Y 那么这时候 我们要A乘以B 等于B乘以A 那么这两矩正要相等 这对应的 这元素呢要相等 所以呢 在这里 我们就是让 这-6加2X 等于-1 这是-6加2X 等于-1 我们可以算出 这X呢 是等于 2分之5 那么 这里是-10加2Y 那这里是1 所以呢 这-10加2Y 这等于1 我们这里呢可以算出 这一项过去呢 是11 那同处于2 所以Y是等于 2分之11 因此呢 第二小题 我们要满足这关系是 那么 X呢 是等于2分之5 Y是等于2分之11 我们得到 这个答案 接着我们看第三小题 那么我们先清除一下画面 第二小题 我们要求满足这条件的时候 这XY之值为多少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写一下 这A的乘法反方针 这等于 已知这行列式的值为-1 所以分母是-1 分子是1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得到 这是Y 然后这是3 然后这里呢 会是-X 这里呢 是-5 所以 这外面是-1 我们乘到各元里面去 所以呢 我们会得到 这是-Y 这是X 这是5 这是-3 那么这时候 我们要 这等于 A 本身 所以这里是 3 5 这是X Y 所以呢 这两矩阵相等 那么对应的 这个元素要相等 所以呢 我们可以算出 这-Y 是等于3 那么 我们算出 Y 是等于 -3 这个答案 那么这时候呢 X 等于X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是算不出来 但是呢 我们还有原先的 这个条件 所以呢 这时候我们 Y 以-3 带回 那么 A呢 我们可以重新写 它是 3 5 X 然后这是-3 好 那么 我们取 这行列是 这是3 5 然后 这X 这是-3 那么这行列是值呢 以值是等于 -1 所以 在这里 这相乘是 -9 然后减掉 X乘以5 这是5X 那么这等于 -1 所以呢 这一项过去 -1项过来 5X呢 是等于 -9加1 是-8 所以 所以 再同除以5 我们就可以算出 X 是等于 -5 分之8 这个答案 因此呢 第三小题 我们答案要回答 X 是等于 -5 分之8 Y 是等于 -3 这个答案